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践大学 桃园创新技术学院 景宏科技大学 国立宜兰大学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中华大学 以及正修科技大学 然后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到教育部前面抗议了 自从五月底的时候 教育部公布二三校 二三所学校申请调长学杂费以后 反教育商品化联盟还有学生团体 劳工团体分别在六月三号以及六月十七号两天来到这个地方 也在提出我们的诉求 我们一一点出这二三所学校里面有很多都有盈余 然后滥用经费 以及就是学生有强烈的反对就是跟学生缺乏沟通的问题 要解教育部尽到主管机关的责任 正是这些缺失退回这二三所学校的学费调长申请 但是我们这些提醒似乎教育部都没有听见 说了这么多 他只回应一句 总归一句叫做重研审查 而在这之后 我们也向教育部寄信向他们询问这次的审查过程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我们会议记录 或者是审查委员的名单或领选办法 但是教育部却用一句一切依法行政打发我们 我们不死心 我们联络了陈廷飞委员 希望他利用职权 协助我们监督教育部 但是教育部到最后 居然颁出了政府资讯公开法 封锁了一切资讯 不想让我们知道 其中条文也有规定 只要大专院校通过了评件 就可以调长教育部公布调幅的两倍 意思就是找学费变成了一种奖励手段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条文 另外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教育部的审核过程 完全都是黑箱 不公开的 我们认为这样的审核没办法 没办法说服我们 这样的审核真的是叫做从严审查